大家不要买这个鸡排 都是臭的 他说臭的是正常现象 这看一下 千万不要来买 明明是臭的 他还说是正常现象 7月15日 有网友发视频爆料 称自己在黄渤代言的 某连锁快餐店购买的鸡排 是臭的 视频中 在网友举着刚买的鸡排 站在店门前 怒吼称鸡排是臭的 大家不要来买 而店员也是不甘示弱 指着对方说要走法律途径 通过视频 其实我们也无法判断真假 毕竟隔着屏幕 我们也尝不到味 但这貌似也并非该品牌 第一次陷入相关争议中 在下方的评论区 有许多网友都留言表示 自己在该品牌购买的鸡排 也有发臭 甚至是吃后闹肚子的情况 还有人声称 自己以前曾在该品牌就职 有一次进货 鸡腿有的发红 烂了 店长居然还叫员工 拿去速冻 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 还能搜索到 该品牌位于临粉的一家店 曾因鸡腿里吃出蛆虫 被有关部门处罚 视频中的情况 真假存疑 但从上述列举的信息来看 该品牌还是颇具争议的 范范觉得 做食品行业 安全应该是放在首位的才对 希望品牌对相关问题 能够重视起来 也希望我们的明星 在代言产品时 多多考量啊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